Hello 大家好 我是兰子 欢迎来到园艺大测评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电动喷壶的开箱测评 哦 收到 我们来开始开箱 本次的样品由利夫园艺科技给我们提供的 总共有三个颜色 橙色 蓝色和绿色 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呢 可以打在公屏上哦 我比较喜欢这个蓝色 下面呢 我们就来实际操作一下 把这个管子绕开 它这个喷头呢 是有个两段式的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拧开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因为长期放在箱子里面弯折 它这有一个折痕 那我们卡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把它斑斑直 然后再把它拉下来 把它这个地方拧紧 把它这个地方拧紧 这一段呢 就可以了 这边稍微拧拧松 这样拉出来 就变成一个这样长的 它这个头部呢 它是有一个开关 和一个充电的地方 在这边 它做了一个防水设计 我们这打开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USB的接口 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打开来看一下 非常简单 里面就一个吸管 但是它这个头是非常细的 里面有一个滤网 可以防止水中的一些杂质啊 或者是没有溶解的肥料啊 堵塞喷壶 这边呢 有一个防水电圈 防止水进入里面的电机 因为电机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在湖深里面加了水 把它盖上 听见咔哒的一声没有 这就表示关紧了 我们来打开开关 第一次出水呢 可能会比较慢一些 因为它要一段时间吸水 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调节的 我们来试一下 看到对比了吗 这个喷雾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很细 大家看到这个生长后的长度 还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 喷洒农药啊 或者是液体肥的时候使用 像我们喷洒农药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护 比如戴好口罩和手套 再增加一个小的姿势点 那我们像平时喷洒农药啊 或者是肥料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阴天 避开中午大太阳的时候 选择傍晚啊或者是早晨都可以 刚才我们介绍这个壶呢 是五升的 它适合大面积的喷洒 它就壶身 两侧有两个小耳朵 是给肩带设计的 这个壶呢平时可以挂在肩上 除了这个五升的呢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一升的手持式喷壶 我们来示范一下 它这个喷头也可以调节粗细 开关呢和前面不同的是 这个是长按粗水 手松开呢它就关掉了 这个塑料用量呢是非常好的 没有任何异味 这个电动喷壶呢 在充满电的状态下 这个大的可以工作120分钟 这个小的呢可以工作100分钟 像我们平时使用啊肯定是够了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这个小的一升是55元 这个大的五升的呢是168元 你们觉得价格怎么样呢 好啦最后就是福利环节啦 这些样品呢都是由利夫原意给我们提供的 我们都将作为抽奖正品送给大家 具体参与方式呢可以关注 普世家各平台的公告 那本次测评就到这里啦 大家下期再见